在少数人的眼中 送外卖似乎是一个低贱的职业 所以有时候会看不起他们 他们每天仍旧会承受着各种心酸 奔波在炎热或寒冷 烈日或暴雨的马路上 然而现实却是 尽管他们无怨无悔地付出 还是会受到不少客人的责骂和埋怨 不过就在前段时间 却有顾客主动送了外卖小哥 一份蛋糕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事发当天的晚上 有一位顾客点了两份小蛋糕 而外卖小哥也及时到店 在拿到蛋糕后 小哥出于每次送餐的习惯 就边走边查看订单上面的备注 他遗落了顾客的要求 但小哥突然发现 订单上的备注信息 竟然是一份蛋糕 是给外卖小哥点的 还叮嘱外卖小哥 记得要好好吃饭 而当外卖小哥 反复查看了几次订单以后 觉得应该是商家打错了 于是就再次和商家店员确认 反复确认几次 以后还是不放心 于是商家店员 就当着外卖小哥的面 与顾客电话联系 从与顾客电话沟通的结果来看 这份蛋糕确实是给外卖小哥点的 得知蛋糕是给自己点的以后 外卖小哥非常的高兴 但或许觉得自己只是个外卖员 所以当下还是有点不可思议 期间他还对着店员用手指的指自己 不断确认着是不是自己 确认之后才不好意思的 跟店员要了一根蜡烛 一边卸着一边走了 离开店里之后 小哥一个人有些孤单地 坐在马路边的台阶上 并点起了蜡烛自己为自己庆祝着 原来这天凑巧是这个小哥的生日 但因为瘟疫期间太忙 所以本来没打算过生日 但竟然有顾客给自己点了生日蛋糕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 而小哥在吹完蜡烛后 或许是想到了连日以来的心酸 还有身上背负的家庭和生活压力 一度抑制不住情绪 一边吃着蛋糕一边抹着眼泪 是啊 在自己感到无助 甚至有些崩溃的时候 能受到这样一份别样的感动 对小哥来说 该是多大的一种慰藉 而令人惊喜的是 如此美好的善举 其实远远不止这一幕 还有一个外卖骑手 同样是一位小哥 当天在送生日订单的时候 却反被顾客送了半个蛋糕 据悉 当天有个小伙过生日 朋友就给他点了个生日蛋糕 却无意中发现 为他接送订单的骑手 也是今天过生日 所以等到骑手把蛋糕送到后 小伙把骑手叫住 并当场打开了蛋糕 接着把蛋糕和和生日帽 放在小哥手里 小伙子则转身走进屋内 此时 骑手的内心很是疑惑 因为送外卖的时间很紧张 所以心下有些着急 况且平日里就有顾客刁难他 所以这次他也误以为是 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但即便如此 敬业的他 还是一直维持着良好态度 默默等待着 只是心中思虑太多 慢慢有些局促不安起来 过了一会之后 小伙终于走了出来 但他的手里却拿着半个蛋糕 还细心地把蛋糕重新包装好 递给骑手 这下骑手对此更加不安 因为他冷不丁接收到这样一份蛋糕 实在摸不清顾客的心思 况且自己只是一名服务人员 怎么能随便拿走顾客的商品呢 于是他赶紧把蛋糕想要送回去 结果小伙却飞速地关上了门 根本就不给他送回的机会 可这份善意仍旧让善良的骑手 有些不知所措 本想继续敲门的他 也在门前瞅瞅了好一阵子 可能是想到了有订单要继续送 所以最终还是将蛋糕拿走了 而更令人感动的是 蛋糕上面本来写了稿前两个字 小伙还特意将一有钱字的 那一半蛋糕给了骑手 事后这位小伙也表示 希望外卖小哥可以一起生日快乐 事实上能够给外卖员献出这样一份善意 虽然只是一件小事 但在外卖小哥心酸又无奈的送餐路途中 为他们带去了许多人世间的温暖 能让他们更有勇气去面对接下来的困境 也能让他们感受到这份工作并非低贱 而是与所有人都一样 是一位为了生活而不断努力的成年人 也希望大家能换位思考一下 对外卖小哥多一份理解 让外卖小哥也感受到来自顾客的关爱 如此一来 变得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